上期節目,我們了解到綠色運輸是香港的發展 今期節目,讓我們聽聽張博士對年輕人入行綠色科技有什麼好建議 我做了事,尤其是研究時 我覺得最缺乏的是數學 深入的數學基礎 科技是很多的,不斷有新的科技發展 不可能認識所有東西,我們需要一個好的團隊 有個心去發展科技 話風一轉,我們轉一轉去個人經歷 Lawrence,你作為我們生產力局的首席創新總監 一直都參與生產力局很多不同科技的研發和顧問服務 我知道內容有自衛生活,汽車科技,5G應用樂靈科技,綠色生活科技 測試食品,加工中藥,很多範圍 在生產力局那裏 你推動這個,可以分享一下個人感受 讀書的時候是否學這方面,要怎樣入行 我其實是在澳洲讀書的 澳洲讀PhD的時候,我是讀Computer Imaging科技 那時候我在澳洲的時候,做了幾年 都是在澳洲的國家工研院去做的 很有趣的,當時我們要發明一個系統在礦上 利用影像技術去圖定的礦 那些窩,那些長的實體狀態 實體狀態,形狀,讓它做轉的時候 確保不會塌 因為礦裡面很多環境你看不到 要有很多叫模擬的方法 很特別 你覺得現在我們這一行 我們都有這麼多發展機會 剛才提到的,新能源等等 我們這些年輕人,如果他要入這一行 他讀書的時候,應該有什麼選擇科 有什麼提議,他怎樣來入這一行 我覺得我做了事,尤其是做研究的時候 參與研究的時候,我覺得最缺乏的就是 是數學,那方面的很深入的數學基礎 當然香港人很多數學都很厲害 但我去做一些比較深入的科學發展 裡面有很多要數學 數學裡面有很多精準和計算的方法 這個我以前沒有學到 就變成我需要一些同事去幫我做 對,不過綠色科技很闊 剛才我們說新能源,無人駕駛 你說化學也有,有些是chemistry 對,chemical engineering 對,然後有些是physics 亦都有大數據計算的,要數學底的東西 其實這方面都很闊 很闊,因為我們在生產力團隊 我們都很多人 我們在綠色科技方面都有百多人 團隊是我們其中一個最大部門之一 科技方面 另外我們也有些同事有識AI 如果有汽車方面也有很多同事 有些在汽車廠做過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很好的teamwork 因為其實科技是很多的 不斷有新的科技發展 如果大家做科技人 我們很多時都是 有些科技發展了 我們就很想去試 但我們都要團隊 因為科技我們不可能認識所有東西 我們需要一個好的團隊 來有個心去發展科技 對於香港的年輕人 剛才議員提到 科技其實是一件很興奮的事 尤其是科技不斷有新的東西出現 不斷會有新的發展 令到你可以不斷有些工作去做 尤其我自己本身 我剛出來做事時 有選擇可以去一些工研院 比較落地的科技 又或者比較理論性的科技 我自己喜歡落地的科技 因為落地的科技 就會見到成果 有時我自己同事都鼓勵他 尤其我們有些科技做出來 是幫助到民生 或者幫助到一些公司 在他們的工廠裏面 或者是他們一些營運方面 可以幫助到他們 這個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成功 可以幫助到他們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方面 我在街上看到一個科技 原來是你有份參與的 你告訴你媽媽和爸爸 這個我有份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成功感 沒錯 我想我們做科技 很多人的目的 都是唯一推動人類進步 社會進步 我想這個滿足感是很好的 剛才提到生產力局 你們那裏有推動團隊精神 很多人來到沒有人認識所有東西 這很重要 就是大家如何一起去工作去合作 其實在科技發展 作為年輕人 一定要大膽嘗試 不要怕輸 因為我經常跟我自己的同事說 我不怕你錯 我最怕你不做 所以我們尤其在科技發展 一定要大膽嘗試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再次多謝Lawrence 今天和我們分享 我們在綠色科技 無人駕駛 我們新能源汽車方面 以及對年輕人的鼓勵 多謝大家 多謝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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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Lawrence